先生 这次出场是 尹去尹献 Haut 在一个球场的уль账楼上能够出来 有一个角色的手锯锯 先锋姐姐 对braum in 这次弹出了 这个 延时祝国 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574993200 我们可以看到 对手的这个裤衩 有很多的广告 这一个日本拳手 这个一个特点 每一个广告 其实都是很小 数额的钱 对 给他的钱并不多 可能每个月 也就一两千几千日元 甚至也就一万日元左右 但是能帮助他进行训练 这也是对赞助商的 一个很好的回报 所以你看他那个 右腿最下面那个 应该是一个肉垫 或者一个烧肉垫 很小的一个小破 对 饭管 可能就给他 平时给他等饭吃 这个底层选手 他需要进行训练 但是生活来源 他需要解决 对 能得到一点赞助的话 他肯定要 这种回报方式 我觉得也还是挺有诚意的 对 漂亮 漂亮 但是你看 杨欣欣的防守非常好 他打一下就好他护头 对 他护头护得非常好 这可真是硬碰硬的 对 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狠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场比赛 完全不同的风格 对吧 徐灿打三明珀是怎么样 没错 那场色米诺对徐灿觉得是 色米诺是一个喷射枪 对 是一个散弹枪 嗯 徐灿就是那个 后座力很强的 对 就是说这个 色米诺是后座力很强的 这个 喷 这个喷枪 这种散弹枪 那么 一枪是一枪 非常反 力量非常大 那么徐灿就加特里 帮帮帮帮帮 对吧 这是来自日本邪荣 很著名的拳冠 这个选手 川级真琴 他刚刚才的这个 其实打到头顶这个拳 杀害性 伤害性不强 不强 就是震了一下 对震了一下 对这种有训练 有助于拳手来讲 啊